天下ESG Talk第二集 让我们一起投资地球 各位关心地球的好朋友 欢迎大家一起来到天下ESG Talk 我是天下杂志 CSR at 天下总编辑黄昭勇 非常开心今天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 就是ESG永续投资 怎么样对我们的地球造成一些好的影响 那我知道很多人现在都会带环保的餐具 在购买家电的时候也会选择省电的标章 让我们的消费产生一种力量改善我们的环境 那在今天的讨论正式开始之前 先让我来介绍今天的组合 在我右手边第一位是台经投信的总经理叶祝军 大家好 叶总我们叫他Jackie 他是非常热爱运动的一位 很不一样的最年轻的投信总经理 他刚刚完成了这个520双塔的 单车的挑战 那他刚刚跟我们讲说那一天是有 3000个人从起点出发 但是最终是有2300个人回到了终点 那他在这个滂沱大雨中非常的坚持 等一下我们也可以稍微请他来分享一下 那在叶总的右手边有就是彭总与李董 他们是非常年轻的组合 那我自己非常喜欢他们主持的一个podcast的节目 叫做彭总与李董的无数生活 那我们请他们跟大家打声招呼 嗨 我是彭总 但是可以不用叫我彭总啊 叫我Tracy就可以了 好 我是李董 我也叫Joe 好 那我知道这个无数生活 现在是大家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 因为他对我们的环境可以带来非常好的影响 也纠正我们过去许多不必要的浪费 那接下来我就想要请这个彭总跟李董 先来谈一谈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过无数生活 所谓的无数生活 在我们一开始也只是 只是在生活中尽量带一些自己可以重复使用的 比如说餐具啊或是水壶等等的 但是后来渐渐的我们在经营这个专业的过程中发现 其实塑胶只是很永续 环境议题很大的议题当中的其中一个小部分 像比如说在联合国的SDG里面有三个面向 是环境社会跟经济嘛 那塑胶议题大家最直接联想到应该就会是环境的部分 那既然塑胶只是三个议题之中的环境的部分 又是环境的部分其中一个小部分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说那永续是不是应该要做更广 更宏观的面向去思考 所以就是有点像今天我们聊的这个ESG 它就是比较以一个全面性宏观性的方向去讨论永续这件事情 比如说像我们在选择投资标的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去思考说这个企业它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那它做的事情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环境社会还有治理方面有什么影响 在这样的思考下面去选择我们的投资标题 甚至说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这样去思考的话 那对永续的推进会是更大的 比起我们比如说在生活中带餐具 虽然这也是一个小小的推动 当然也是非常好 但是如果真的说要一个远程长期的推进的话 我认为就是说更宏观永续的方向的话 以ESG这种方向来看的话会是更好的这样子 那可以请李栋来补充一下 对就是那我们刚刚提到说 在生活中的实践嘛 那刚刚他那个彭总提到的是比较广面来说 我们要怎么去整个在落实 那可是如果说日常生活中的实践的话 可能我们从小听到大的节能减碳 然后环保爱地球这种随时可以做到的事情之外 我们可能可以更关心说 我们在购物的时候 我们的购物的标的 就是像投资标的一样 我们在购物的时候的购物标的 它的产品资讯 然后产品背后的厂商这些公司的资讯又是怎么样 我应不应该去支持这样子的企业 我应不应该买这样子的产品 这都是我们可以在生活中可以再多付一点心力 然后就可以影响很大的事情这样 刚才彭董跟李董分享了他们对无处生活的非常多的观察 那我们知道 我知道Jackie其实是非常热爱大自然 可不可以稍微分享一下 你怎么样透过这些你喜欢的这些活动 有哪一些 然后去感受到跟大自然跟环境之间的关系 其实我个人还蛮喜欢像跑步登山跟骑脚纳车 那我觉得说当然这些运动对个人的身心是非常棒的 我刚刚有提到其实对自己的身心好的话 其实你会带来正面的能量 那正面的能量其实对社会就是一个正面的挹注 那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它是可以从个人的一个小小的行为 它可以去影响到别人 譬如我们去登山的时候 现在有一个叫做无痕山林 就是说我们在下山的时候 我们顺便来看一下 这个路径里面有什么垃圾 我们会带一个塑胶带 我们随手就把垃圾剪回来 那我相信在路上同行的人 他看到这样的一个行动 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行为 也许他也跟着一起加入 那我觉得这个会让整个大自然 其实垃圾减少了 其实环境也会变好 我觉得这个还蛮棒的 那我想说请就是Jacky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你们怎么样去从这个 一些公开的资讯 或者是你们怎么样去看这个公司 它是不是真的符合ESG的原则 是 刚这个彭总跟 李董有提到从生活 那另外一面也提到说 从投资这个角度去寻找一些真的有真正在做ESG的公司 那我们从投资的角度 其实我会把它归纳成说从你我他 你我他已经涵盖全人类 用这个角度我们如果说去落实这个ESG 它会比较有意思 那这个你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所谓的投资人 就是说今天投资人呢 他今天如果说我要去支持一个公司 他不管是支持他的股价或者他的债券 如果我今天是从一个 这个我要去投资这个标的的时候 他有没有符合ESG这个角度来去做一个出发 那我想我想这就是从行为 那我呢 我可能我们就把它定位定义成说 我们是一个资产管理公司 那很多的投资人呢 他可能要自己做功课会比较辛苦 他把钱交给资产管理公司 让资产管理公司来做一个投资 可能会是比较省力的 但这个时候呢 资产管理公司它扮演的角色又是什么呢 那我集合大众的资金 那我去做一个投资的时候 我也必须要选择 我投资的标的是有符合ESG的 好ESG 那其实ESG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在联合国 他在2016年他有弄的一个所谓的PRI 这个责任永续人责投资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到目前全球大概有3083家的资产管理公司有钱 那这个意涵代表是什么 我们今天用投资人用资产管理公司的力量 我们回过头来请这一些企业 你也要符合ESG 你有ESG我就投你 我就买你 那这样子呢 你我他他是指公司 这样子大家一起来 一起来为这个ESG一起去尽力 那我想这会对一个地球反而是一个好的事情 Jacky刚才提到的这个PRI就是责任投资原则 我想在进入这个下一个section之前 我想先请李董来补充一下就是 怎么样去了解一家公司 他是不是真的有在做ESG 你会怎么样去看这个公司他的公开资讯 从哪些角度或是从哪些管道来看 OK如果是以一般大众来说的话 就是可能对于取得年报那些资料 比较没有这么唾手可得 但是当然他们也都是有在公开平台上 就是有展示嘛 就是像过往台湾都是CSR报告 那那些报告书可能一般人就算看到报告书 也是后后一大本不知道怎么去看 那当然他有看观看的一些原则 但是我觉得对于大众更简单的方式 可能是透过第三方的组织 他们可能有做的一些评鉴报告 或者是说有一些新创公司 他们现在有一些APP 是你可能扫了一下他的QR Code 你就可以看到说这家公司他的一些基本资讯 就是我可能知道说 比如说海鲜好了 他是这个鱼的产地 然后他的鱼法是什么 那对于环境到底影响是什么 那他对于鱼工的条件是 又是做到些什么 就是很明显很清楚的产品里面都会 就是直接显示 那现在就越来越多这种 很方便的一些平台 大家都可以去搜寻得到 这样子 所以接下来我就想要给彭总 难一点的 你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 就是你曾经用过什么样的方式 去真正检视一家 你可能会跟他打交道 就是你会去买他的东西 或者是会上他的门市去看 就是说这个是符合你 觉得他是一个可以友善环境 可以有无数生活的一个好的公司 真正的一个例子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如果是说公司的话 可能就比较少 但是如果说产品的话 就会比较认真去看 因为一项产品 可能有很多不同公司在生产 那我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 首先很像像我的话 我吃素 所以呢我就会先看说 这个产品是不是有那个vegan的标章 如果有vegan标章 我会再继续看说 那他是不是可能临残人 或者说当然vegan 就不会用到动物的部分 或者说他在他有没有说他的 比如说咖啡豆是来自什么产地 或者说他所使用的原料 是不是一个很远的地方 还是说是在地生产的 像这样的方式 一一的去检视说我在意的是什么 然后去认识那个产品 我觉得这样子应该是比较容易 因为如果你要去认识一个公司的话 你可能在后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你可能只针对单一个公司的话 花费的时间成本可能会太高 但是如果是一个 你常常会消费的产品 你可能就可以 有比较多心力去了解说 我喜欢的产品应该要长什么样子 所以刚才彭总跟李董 提到的其实是一个责任消费的概念 那刚刚Jacky有提到就是责任投资 其实刚在闲聊的时候 Jacky有给我们一个 我觉得很棒的hint 就是说为什么消费要这么辛苦 对就是可不可以来分享一下 就是其实您觉得在一个 什么样的状态下 其实我们可以一般的消费者 不用去做这么多的功课 我们刚刚在闲聊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提如何让这个所谓的ESG 能够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其实我们是以这个为出发点 其实我刚刚的分享是说 其实如果说每一个人在心里面 愿意先去付出一点点的时候 就说我多一点 刚刚彭总也有提 就他愿意他吃素 他愿意多多少一点 但其实你要这么多的消费者 真的是在每一项购物的时候 因为购物有时候是一种冲动性 有时候是一种爽度 那要去做那么多的功课 可能那个爽度会递减 那我们如何让这个可以去鱼与熊掌兼得 就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第一个我们在投资上 今天不管是投资人职头 或是投资人把资金交给资产管理公司 我们一起用这个所谓的资金 我们去支持一个真正有做ESG的 你想要在市场上 不管透过股票来募资 或者是透过债券来募资 你就必得要符合ESG 我投你 那你才可以得到资金 那如果这个已经是形成一种共识 或者是一个循环 那么我可以说无处不是ESG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我觉得更有在这个产业链 或者是在社会上更有影响力的企业 我们看到他已经在做 而且做得不错 譬如我们举例像Apple 譬如像Microsoft 其实他现在对他的供应链 他已经去要求说 我的供应链你要符合ESG 你才能加入我的供应链 这个我觉得太棒了 因为当你有这个影响力的时候 你去说去做这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他会是效果会非常好 因为我们都知道Apple Microsoft Amazon 他们都是非常大的企业 如果他发挥这个影响力之后 要加入的人你就必得也是医生 ESG 那如果到全部的人都愿意去正视这个ESG 而且真的加入他做一个行动 那就我讲的我们其实不用那么辛苦 因为你现在今天到超市 哪怕你只是买一瓶饮料很简单 或是买一个巧克力很简单 其实他本身就ESG 那我们就可以不用那么辛苦 但这是最终的最终极的目的 但我相信还有很长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去不断的宣导 其实我们就是希望达到这个最终的结果 所以Jacky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 领导厂商的这个推动的力量 那跟我们前面谈到其实有消费者的力量 还有这个投资人的力量 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来谈就是 那我一般的投资人到底为什么需要知道 这些企业或者说我投资的标的 他是不是有做ESG 那当然我们看到今年就是非常多 跟ESG相关的金融商品 他都吸收到非常多的资金 可不可以先请Jacky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这股热潮它是怎么起来的 那责任投资或者说ESG投资 到底对于资产管理业者 或者说我们金融业 我们觉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潮 OK 我想ESG这个在 其实它是一个演进的过程 从我们最早听到气候变迁 地球软化 一直到所谓的巴黎协定 然后一直到这一两年 ESG开始形成一个所谓的险学 那这里面我觉得起心动念 所有的起心动念应该在于 真的我们只有一颗地球 那不只是环境保护 它里面像S它讲的是社会责任 G讲的是公司治理 其实它是 不是只有在过去很单纯的一个点 而且到线到面 它叫做全方位 那这个部分它既然是一个险学 那我当然 从最原始的刚刚赵勇也提 为什么投资人 一般的投资人也要去 也要去留意是不是ESG 其实我们去做了一个统计 坦白讲 有去真正落实ESG的公司 我们去看了不管从Index的角度 S&P500 我们去看有ESG跟ESG 我们从债券的所谓的 不管它的益友 或者是它的报酬率来看 其实我们发现 只要是被纳入ESG的 在最近这几年 最近这几年 甚至以今年很单纯今年来看 其实它的绩效都是outperform的 所以说如果你今天一个投资的行为 你今天就已经要投资了 你今天做一个投资的行为 你去除了是你进到一个所谓的责任之外 你又可以有比较好的报酬 你做不做 当然要做 当然要做 所以这个我们才会说 为什么一般的投资人 你也要选择ESG 因为对你是有好处的 对地球是有好处的 Jacky刚才有提到就是 看到的这个浪淘 其实跟气候变迁的危机很有关系 那我们知道彭总跟李董就是 刚刚从国外留求学回来 我想说可不可以请你们来分享一下 你们自己在国外的亲身经历 一位是在荷兰 一位在德国 那可以各自讲一下 你们在当地观察到 一般的民众也要 或者是你们接触到的 不管是校园 或者是生活上 大家对于气候变迁这个危机感 到底是不是很严重呢 我觉得与其说危机感 反而是他们生活中一个 很融入的一个意识 就是他们可能会在生活中 我可能会听到我的室友说 我吃素因为气候变迁 或者说 今年没下雪因为气候变迁 或者说我选择搭火车 我不坐飞机因为气候变迁 这些事情在他们生活中好像变成一个很日常 然后很平常的一个理由 或者说他们愿意为这件事情而做一些小小的改变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东西 因为在台湾我可能不会听到有人说 我吃素因为气候变迁 可能是说我信什么宗教 所以我吃素这样子 所以对我来说 他们的生活反而已经不是说 对这个有危机感 对我来说 应该不是感觉是一个危机感 是一个说在他们日常生活已经融入的一个意识 反而是非常希望 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一个与他共处 或者说可以怎么样改善他的一个方法这样子 那我自己这边的观察的话 就是去年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GRETA新奇的那个 Climate Friday那个游行活动 然后所以其实这个意识是已经更下层到年轻世代 就比我们更年轻的年轻世代去 然后像我自己是就读永续发展的学程 那所以我生活周遭全部人都是 每天开口闭口的都是谈论这个 从我们早上起来刷牙可能用的牙膏 然后用的牙刷什么 我们都在讲这个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是什么 然后更 我觉得另外一个更明显的是学校社团 就在政大的时候 我们俩是政大的 政大的时候是没有任何一个社团是跟气候变迁 或跟永续发展有任何相关的 但是在我的我就读的马斯维克大学 他那个时候新生训练的时候就去 就随便一走过去 他就应该有十几个都是相关的 就是不同的国际组织 他下放到学生组织来 或者是学生自动发起的全部都有 就是光是这个 我觉得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不一样 刚才彭总跟李董有分享了你们在国外的经验 那我想刚才Jacky有提到就是今年的很多跟ESG相关的金融商品 它都是表现得比大盘还要好 那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投资永续 还可以帮我们自己创造一点财富 那我想要问问两位就是 我不知道你们在国外或者现在你们是不是已经开始 会去做一些投资理财的规划 那听了Jacky这样讲之后 你们会不会觉得除了用消费来改变我们的地球 你们也会打算要用投资来改善我们的地球呢 那请 其实非常有趣的是我们最近因为开始工作了嘛 所以就会开始有说要存钱的计划 那我们就有想说到底要存哪一个银行 因为这太多利率我们真的看得也很滑 真的不知道存哪里 然后而且有人说存钱就是钱会越存越小 所以就有人提议说那要不要一起投资什么东西 但是又不知道选哪一个到底要选哪一个 然后今天李董就传了一个连结过来就说 不然我们就来投资ESG吧 就说这也是一个方法 就是你既然反正产品那么多 你真的不知道哪一个比较好 而且看起来也没有一个特别特殊 那你就选择一个对你理想的生活的一个投资吧 就是这种感觉 那刚才彭总李董他们现在一位已经开始进入职场 然后开始会面临这个可能要投资理财的一些需求 我想请Jackie就是当然台新一定有很多的商品 那我想请你用一个比较overover的观点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如果我是一个投资的新手 我想要跟着ESG来做投资 我可以有些什么选择 我们前提是说有一些社会新鲜人嘛 这个当然也不只是单纯只是社会新鲜人 我觉得现在要开始投资理财的新鲜人 现在要开始投资理财 我觉得我们把它分为产品跟策略 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如果做得好 我觉得应该理财会很成功 那产品就我刚刚有提 其实现在在不管是股票或者是债券 其实现在你会看到有很多都会直接冠名ESG 譬如说ESG的什么股票 或者是ESG的譬如新鲜市场债券 或者是ESG的高收益债券等等 这些都是可以投资的一些标的 那讲策略这个部分 我觉得今天不管 不管它是什么样子 有没有ESG 市场是会震荡会波动 那对一个投资人 对一个投资人的理财规划来讲 如果他是长期长远的 我就有一个策略叫定期定额 就是我每个月他养成一种习惯 其实我觉得做ESG也是一种习惯 对不对 就是说我已经习惯去看这个是不是环保的 他这个是不是爱地球的 其实这是一种习惯 那如果把这种习惯 他把它导得到投资来 其实我觉得投资也要一个好的习惯 就是说我每个月固定一笔钱 我就把它存起来 我就投到这个标的里面 那它因为震荡 那你会取得一个平均成本 所以其实定期定额长期下来 你只要存够长的一个趋势 其实大概都会赚钱 大概都会赚钱 所以我是从策略跟产品 这个部分 我是蛮建议我们这种 刚要做理财的一些新手 或者是投资人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所以Jackie谈到就是产品 我们就是选择跟ESG相关的金融商品策略 就是用定期定额 但我想请Jackie再多分享一点 就是其实我看到一个最近的一个现象 很多的基金或者是很多的金融商品 它最近就改名了 过去可能叫全球发展 现在就叫全球永续发展 那我一般的投资人我要怎么知道说 他是不是改名过 或者说他的存度 他的ESG的存度到底高不高 我要怎么样去看呢 是 其实现在在我们台湾租管机关的要求底下 只要你的基金名字要冠上ESG 即你真的在某个程度 你在你的投资流程里面 甚至在标的的筛选上 其实你要符合的 你是要有那个逻辑的 那我刚有提到 其实在我们全球里面 大概现在有3083家的资产管理公司 他有去签署这个所谓的PRI 责任投资原则这一件事情 那其实这一个部分我们会发现 有更多的资金 其实投资在这里面的 大概目前初步估计 大概全球大概有30.7兆美元 那这里面你会涵盖 你会看到其实包括我们台湾 台湾的劳动基金 其实它本身现在在发包的时候 在招标的时候 它也要符合ESG 已经把这个纳进来了 那我们也看到美国 美国的退休金 我们看到日本的退休金 我们看到挪威的主权基金 这些基金其实有很大部分的钱 其实现在已经在ESG里面 所以这个你说 它就是一个闲学的 它就是一个闲学 那我刚刚有提到说 再回过头来 如果我们这些资产管理公司 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 我们本身也落实ESG 其实已经在各个各项产品里面 多多少少都已经有所谓ESG的成分 那当然你刚刚提到的是纯度 纯度有多高 那当然如果你选择有三个字的叫ESG 大概它的纯度会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刚才Jacky提到的这个劳动机 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上班族 是是是 这个跟我们大家都有关系嘛 对不对 OK那最后我想请就是三位来 就是稍微想一下就是 大家觉得ESG是不是真的是 就是永续地球发展的一个解药 除了ESG之外 我们还可以有什么样的思考 那透过这个ESG的永续投资 我们期待它将来可能会产生一个 什么样的改变 我想让彭总跟李董稍微想一下 就请Jacky先来回答这样 无庸置疑的ESG绝对是一个 我觉得会是一个爱地球的一个行为 那ESG其实可能大部分人会谈到的是 比较偏地球软化、减碳 其实它其实的层面不止 它还包括所谓的S社会责任公司治理 包括我们看到其实像印度有很多的企业 它也在辅助那些所谓贫穷的小孩 提升妇女的地位等等 其实这些都是 所以我觉得ESG它不是只看到地球 它看到的是从人很内心里面去做一个提升 但是由内而外 其实当我们真的做到由内而外 落实在我们的实义住行 落实在我们的投资里面 那ESG这件事情它才会真正的不是口号 而且它会是一个行动 有了行动之后它才能达到目的 所以我觉得ESG不再是一种 我觉得不是我们到处去谈ESG 而是ESG要落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天 或者是每一个举动的行动力上 那我觉得这个地球它会变得越来越好 不只是环境 不只是环境 它会包括我们的居住的品质 包括我们的心灵 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互动 其实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一篇报道 就是人的情绪其实会影响地球的污染 人的情绪 当人的情绪是不好的时候 其实 还有就是说如常常生气 其实很容易很容易会 那一年会很容易生成预风 台风 所以如果我们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是不是地球就少一点这种所谓的天灾 那没有天灾当然人祸就少一点 这也是ESG 非常棒 那请那个李栋 那我这边的话我是 当然我也是像刚刚叶总说的 就是ESG绝对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突破 就是在我们要迈向永续发展 永续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但是我绝对不会说ESG是唯一的解药 就是 永续发展议题是非常复杂的 它不只议题层面很广 就是光是ESG已经有三个面向 更不用说它细分底下又有更多小议题 然后除此之外 每一个议题上面 它要牵扯到的利害关系人 也都非常复杂 这件事情对它有利 可是对它可能又会有伤害 就拿我们塑胶来说 今天大家一开始提的塑胶 那在最早最早 我们的塑胶是由石油的副产品来做成的 那现在我们开始有所谓的生物基的材料 就是用植物啊 然后或者是用一些储物鱼去再造 然后去把它淬电出来成为塑胶 这个乍看之下好像是一个 已经往ESG 就是我们已经往环境的负影响 再往前推一步了 就减少一点负影响 可是实际上呢 现在其实石油的那个 它炼造塑胶的过程 它是比较有效率的 它的能源单位使用 或者是说它的资源单位使用是更低的 那所以其实在这样的状况下 你可以说 我直接用生物基就是对的嘛 就是像诸如此类这种很复杂的议题 其实在永续发展面上 我们是必须要有更多更全面的合作 然后更多的讨论 然后一起去把那个折冲找出来 去找到最接近我们所谓 因为伤害最低永续 最永续的那个解放 那对我来说 我可能会 以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看一下ESG 就是ESG在一般人耳里听的 他有可能没听过 或者说听起来不知道是什么 但我觉得ESG至少做到一点是 资讯揭露这件事情 当我们可以开始了解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才能真正的知道说 我看到的世界原来不是长这个样子 那如果我们有了解 那多了解一点才有可能会形成一个行动 所以我觉得说ESG 大家也不用觉得说好像很复杂很难 他就把它看成是一个产品资讯 就是我看到的更多更透明的事情 然后我藉由这些事情改变我的选择 或说因为这些事情 我选择我理想的世界 也不要小看说自己的钱好像很少 不能投资什么 但是就是这样一点点一点点的投资 才会有很大的进步 而且你的投资 其实我觉得我很常都觉得说 我的一个选择会有两种效果 一个是鼓励我想鼓励 一个是不鼓励我不喜欢的那个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用觉得说 我一点点的钱也还好吧 但是就这么一点点就会造成很大的异伤 非常棒的一个说法就是 其实投资尤其是像基金 就是集合我们众人的这个资金的力量 去改变这个社会 那叶总刚才Jacky刚才提到 就是让ESG跟我们的呼吸一样 它就是我们日常的一部分 那更重要的是ESG作为一个起点 是李总提到的就是 它应该是我们去开始去了解这个社会 去讨论这些相关的议题 所以对于永续的发展 我们会有更多更全面的观察 然后去实践它 那感谢大家收看天下ESG Talk第二集 也感谢今天我们的来宾 台新投信的Jacky 彭总跟李董 无数生活 那也请大家敬请期待我们的第三集 在这边稍微跟大家透露一下第三集的题目 叫做电影里面演的都是真的 谢谢